大叔每天到山上专门挖棺材 你看着很恐怖的事情 却让他一直发大财 每天都能挖出价值千万以上的古代宝物 打开箱子后里面全部是各种古董 不仅有很多珠宝 还有全金制作的金牛 这些古董不仅价值高 而且收藏的价值也高 这种价值不菲的宝物在山上非常多 只需用探测仪扫过去 有宝藏的地方就会发出呜呜呜的警报声音 确认具体位置后就立即开挖 挖宝藏就跟抽芒盒一样 永远不知道挖出来的是什么 有可能挖出来的是一堆骨头 也有可能挖出的是各种金银珠宝 也有可能是很多古代宝物 当挖出一个大坑来后 似乎就碰到了里面的宝藏 为了不伤到宝物 金叔用手去挖开泥土 只见出来一个白色的东西 看着很像一堆骨头 但现在看到了不管挖出来是什么也不管 先把它拿出来再说 拉出来时看到还很长 看着也是非常甚人 但意外的是居然看到了一把金勺 在古代就能用上这么大的金勺的人 并非等闲之位 当打开陶瓷罐时 里面还拿出一把匕首 非常有收藏的价值 而陶瓷罐里还有很多更有价值的宝物 只见到处来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宝石 这种的价值也会更高 而且还有各种形状的小金块 金叔从这些宝物上可以判断出 古代藏在这里的那个人不是偷来的 那就肯定是无品以上官员 金叔来不及慢慢欣赏继续去找 很快又发现了新的宝藏 金叔立马就拿出铁铲来挖 在挖的同时便检测 以免挖错位置 由于埋藏了几百年之久 挖下去时还长满了树根 这让金叔挖时也是非常费力 但金叔挖了无数的宝藏 这点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 既然发现了宝藏再怎么也要挖出来的 由于他没有随身带刀 这根大树根给他增加了很大的麻烦 他只能从边上继续深挖下去 但好在没有挖去多深就碰到了宝藏 用手挖开泥土后看到了一根铁链 立即使劲拉出来 里面还用一张牛皮给包起来 加上外面还有大铁链 可以断定里面肯定有大宝物 金叔也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 打开牛皮后居然还有一个宝盒 盒子也是非常特殊 也只有在古代能有这样的盒子 当打开盒子后看到里面 有各种金首饰和大量古代纸币 首饰也都是女人使用的 可以肯定是一个贵族夫人 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古代纸币 金叔断定这些价值百万以上 不到一天就能挖到这么多的古代宝物 这下金叔要发大财了